每个好故事里头都有个英雄 有天一个父亲对他年轻孩子的不当行为感到厌倦 父亲大骂你的行为就像个猴人一样 但是他的儿子还是行为不解 为了好好给他上一课 这个父亲把儿子拖到森林去 看看猴人是怎么生活的 他问你看到猴人是什么样子了吗 你想像这样过日子吗 猴人的确精神非常旺盛 他们是个短命的种族 只有少数猴人能活过二十岁生日 他们的首领都是十四或十五岁 你十四岁的时候能有多成熟 想想吧 后来那个父亲问他的孩子 孩子说我学到我们在小农场上辛苦工作 但对猴人来说整个世界就像是他们的花园 我学到我们借着烛光斜斜地往外看 但猴人享受星星的光芒 我学到我们每天要去上学 但猴人边做边学 然后孩子总结说 我应该非常喜欢活得像个猴人 那么谁才是比较聪明的那个呢 父亲还是孩子 朋友 这件事由你决定 说够了 欢迎 欲交直言你 请听听听听 你好 你好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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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